人在单位,不可不懂的几条人情事故,愿你能做到,所谓世事动名皆学问,人情恋达及文章。 在人情社会,只要有人的地方,就会有人情事故的江湖,身处于江湖中的我们,不论愿不愿意,都需要接触到人情事故,比如说日常的职场,就是人情事故的载体。 你不跟别人讲人情事故,可别人会跟你讲人情事故,到头来,还是逃不过人情事故,人在单位,不可不懂的几条人情事故,希望你能做到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有些事,只能看,而不能说,不少人都有一个幻想,认为江湖就是一个善恶分明的地方, 每个人都遵循规则做事,也都是讲道德的好人,如果抱着这种幻想做人,那生活将会给我们一个重重的耳光,让我们醒悟,我们会发现,江湖就是一个阴暗的修罗场,无数人都虚伪狡诈,乃是披着羊皮的狼。 当我们接触到这些人,也看到某些真相,那我们是守口如瓶呢,还是说出来呢,尽量守口如瓶,而不要说出来,将事挑破,放明面上说,这都是愚蠢的行为,江湖有一个潜规则。 你能看破,这是你的本事,但你不能说破,否则你就是江湖的公敌,有什么事,看看就好,当掌掌见识,至于挑破,那就没必要了,因为挑破某些真相,一来触犯了精英的利益,二来也会被底层人厌恶,不妨置身事外,看破不说破,坚信利益至上。 在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里,贺涵有一段经典的话,记住,你是来工作是赚钱的,不是来交朋友的,如果能交到朋友,那是惊喜,交不到朋友,那才是正常。 做好自己的业绩,你自己的业绩做好了,自然就有人来成为你的合作伙伴。 在职场,很多人总把同事当朋友看,但是,同事关系的本质,其实就是工作利益关系,跟你交好有利,至少不是坏事,所以愿意跟你好,但是,你得看开点,不管是同事,还是领导或公司,大家都是在直白地交换各自的利益,别入戏太深,你要是把这个关系复杂化,最终受伤的一定是你,很多事,当你从利益的角度去思考,就简单多了,与人相处。 三分真,七分隐藏就好,所谓为人只说三分话,不敢全抛一片心,跟别人说三分真话,用来表示我们的敬意。 剩下的七分真实,尽量藏在心底,以此来保护自己,当你接触的人多了,就会明白,混迹江湖多年的老油条们,能说三分真话就不错了。 他们一般都是一分真,九分假,在虚伪的环境中,谁暴露了十分的真心,谁就是别人眼中的大肥羊,哪怕这头狼放过了大肥羊,其他的狼也不会放过大肥羊,与人相处。 哪怕关系比较亲近,也该保持一定的神秘感。 人,只会尊重自己看不透的人与事,而不会尊重自己完全看透的人与事,为人处事三分真,七分隐藏。 并不是让我们活成虚伪的样子,只是让我们提高防备之心,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便是如此,不要暴露太多技能。 工作中,很多人都会有表现欲,想要自己的各种能力被看到,于是,有什么技能都迫不及待地展现出来。 然而,尽管你会的技能很多,但提醒你,除了本职工作相关的核心技能,在单位里不要暴露其他太多技能。 多年前我做文案工作时,因为兴趣,PS做图,视频剪辑等技能都会,还有意地让领导知道了。 后来,有些设计和剪辑工作公司想省外包费时,因为知道我会,领导就通通丢给我。 而这与我本职工作完全不相关,领导也没把这份产出当回事,之后,我就记住了。 单位里,不要随便暴露太多跟本职工作不相关的技能,不然,很可能就被压榨多余价值了。 不要打探别人的隐私,尊重他人的隐私,是职场中基本的道德规范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秘密,不应当随意打听或传播他人的隐私,在交流中,应避免涉及敏感话题。 如工资、家庭状况等,尊重他人的隐私,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友好的职场关系。 综上所述,职场人情事故的五点要义在于,大方得体,尊重他人,与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, 学会适当拍马屁,以及尊重他人的隐私,遵循这些原则,有助于在职场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,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。 在实际工作中,我们还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,不断完善自己的职场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。 记住,人情事故不是一门可以速成的询问,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立足,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。 就算不合群,也不拉帮结派,单位里免不了有些小团体,我刚来的时候,有人主动拉我入伙,趁我们部门能够团结才能获得更多资源,我起初也被他们的大意激励到,觉得部门团结是好事。 但是后来我发现,他们的所谓团结,实则是在单位里结派营私,互相吹捧,比如明明工作做得不好,他们也会夸夸其谈地充其量。 我个人倒不是很在意这些,可是被迫参与进去也很为难,有一次我实话实说给他们提了些工作中的问题,结果被那些人说我不团结。 还被孤立了一段时间,经此一试,我明白不能轻易加入这些小团体,与其假团结,不如保持独立,我并不刻意与大家保持距离,工作中还是正常交流,只是不再参与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。 我认为团结不是非要成军结队,而是彼此之间真诚交流,能够理解支持,不要轻易站队,尽量保持中立。 在站队问题上,不少人都会发愁,有人会想,加入这个圈子不行,加入那个圈子也不行,那我该怎么办呢? 其实,站队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在局势不明朗的时候。 我们要选择中立,而在局势明朗的时候,那我们不妨选择最强的那一方,谁强,那就帮谁,保持中立,别人就会认为你好无威胁,自然不会把目光放在你的身上,有可能,这些圈子的人都会拉拢你,对你比较客气,就跟楚汉相争的时候一样,当韩信攻下棋地,那他就成为天底下最强的第三方势力了。 等于是,韩信帮刘邦,刘邦赢,韩信帮项羽,项羽赢,最终,韩信选择了刘邦,而拒绝了项羽的邀请,原因很简单,刘邦的实力和潜力最强大,哪一方强大,那就帮哪一方。 这是人情社会的铁律,干活别太快,职场中,工作如金钱,永远挣不完,一定要学会把握工作节奏,不要干活太快了。 当领导给你安排的工作,你做得又快又好时,领导可能会觉得你的工作比较轻松,于是给你安排更多的工作,然后工作多了,犯错的机会就多了,一般情况下,更容易记住你的错误。 所以,要学会给自己留有余地,不要只知道埋头猛干,周五要的PPT,即便你周二完成了,也要周四下班再教,这不是让你刻意拖延,而是有时候你教任务太快。 即便任务质量有保证,领导可能也会想你,是不是没尽心,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。 当然,有一种情况例外,能快速出成果的工作,一定要做得又快又好,其他的遵循以上原则,脸皮一定要厚一点。 别把面子当回事,社会生存你要是想往上爬,或者你要是想赚钱,脸皮就一定要厚,甚至有些时候就是要做到不要脸,不要把面子当回事,因为在你成功,在你变有钱之前,面子是一文不值的,是虚的,没有任何意义。 要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,根本不可能一边端着面子,一边赚大钱,你只有放下面子,放厚脸皮,才能搞到钱,才能爬上去,到那时你的面子自然就有了,而且是实打实的面子,社会如江湖,职场如战场,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里,江湖中处处充满着算计,处处充满着流言,处处充满着气, 要想在其中生存发展,就必须既要懂得低头拉车,又要懂得抬头看路,当你无法改变时,你就只能任人欺负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